眼前这个满脸血的猖狂 好像全世界人都欠他钱的女人 是本世纪初最大蝴蝶效应的起源 他用一条价值几百元的宠物狗 把韩国第一位女总统坑进监狱 顺便还把拉扯他二十几年的母亲也送进去了 这已经够玄乎了吧 还有更离谱的 他明明只有初中学历 竟然被各大高校求着入学 而且还能肆意开除大学教授 三星集团为了巴结他 还送起一批价值十亿的名码 他每天一醒来就想着怎么炫富 曾当众嘲讽韩国数千万孩子 你们没钱就只能惯父母没出息 他凭什么可以这么嚣张 如此不可一世的他 最后又迎来的怎样的下场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最坑富二代 韩国版老佛业的独生女 郑威罗 1996年 郑威罗出生于韩国首尔的一个普通家庭 他的父母学历都不高 也不太重视孩子的教育 因此 郑威罗初中念完 就结束了学业生涯 早早地在家里混吃等死 如果剧情按照这么发展下去 郑威罗的一生 无疑是平淡如水的 一眼望不到富贵 可是他的母亲崔顺时 却是个不甘平凡的女人 以一己之力带领女儿走向了飞黄腾达 崔顺时本来只是个普通的上班族 但他抱大腿的能力却非常厉害 他在前韩国总统朴正希去世后 就疯狂讨好其女儿朴槿顺 并且还鼓励朴槿顺 替父从政 默默培养了这支潜力骨好几年 最终朴槿顺成功在2013年爬上权力巅峰 而崔顺时自然功不可没 成为了韩国的背后总统 那这个背后总统有多厉害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韩国的财阀家族都争相给崔顺时送钱 甚至连美国都想巴结她 因此在母亲的地位提升后 郑威罗也从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女孩 成为了韩国首屈一指的富二代 明明只有初中学历 她却借着母亲的关系 以马术特长生的身份 进入了韩国顶尖高校 梨花女子大学 这所大学曾被誉为亚洲第一名门女校 从里面走出来的学生都以素质问名 韩国首位女总理韩明初 现代集团的会长玄真恩 都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 由此可见 郑威罗当时得有多风光 然而 这还只是郑威罗膨胀之前的一叠开胃小菜而已 接下来的她 让世人清楚地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爆发户 什么是真正的全民公敌 这是我见过最猖狂的富二代 每天旷课也就算了 老师唠叨她两句 她竟然就把老师赶出了学校 平时没事干 就骑着价值十亿的马 在校园里炫富 甚至连准后巴都不放在眼里 怒骂对方 软饭男 而她就是韩国背后总统的独生女 郑威罗 在进入黎大后 郑威罗把不学无术演绎的淋漓尽致 一学期上过的课 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好不容易兴致来了 想写作业 结果作业里不仅全是错别字 还有很多不堪入耳的言论 有一回 一名任科教授实在看不下去了 给了郑威罗警告处分 并通报批评 原以为郑威罗自尊心受挫后 会夹着尾巴做人 没想到 他却告诉了崔顺石 发动背后势力 把这位教授调离了学校 从此以后 黎大再也没有老师 敢说郑威罗一句不是 哪怕连校长见了他也面带微笑 生怕惹毛这个富二代 在郑威罗心中 他和母亲才是韩国权力最大的人 他们想什么都可以 因此 他慢慢的不满足于学校里称王称霸 还打算在社会上横着走 三星集团曾送给崔顺石一批 价值十亿的名马 由于崔顺石不喜欢马 就把他送给了女儿 而这就成为了郑威罗炫富的好工具 除非在家 不然郑威罗基本天天都骑着马出门 而且还在社交平台上 嘲讽贫苦人家的孩子 你们没钱就要怪父母 这一言论 引得全体韩国民众怒不可遏 可无论郑威罗经受了怎样的谩骂 对他而言都是不疼不痒 吃香喝辣一点都没辣下 态度依旧嚣张 甚至连母亲的男朋友都没放在眼里 2014年 崔顺石与丈夫离婚 随后他找了一个 名叫高永泰的小白脸当男友 高永泰以前是个职业基建运动员 拿过曼谷亚运会的金牌 后来傍上崔顺石 还成为了某时尚品牌的老板 可即便如此 郑威罗还是打心眼看不起他 不仅多次把高永泰当成保姆来使唤 还经常嘲笑他是个吃软饭的 算不上男人 这换成任何一个有尊严的男人 估计都忍不了 分分钟都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孩 一点颜色看看 可奈何吃人家嘴软 拿人家手短 高永泰哪怕曾经再骄傲 如今也只能低头 不过郑威罗的快意人生并没有一直顺风顺水下去 眼前这个让他欺负的男人 终究会让他付出代价 大家有听说过 一国总统被狗拉下台的吗 如果没有 那韩国最坑富二代 郑威罗就会告诉你们 一条狗可以引起多么大的蝴蝶效应 某一天 郑威罗要出远门 他命令高永泰要照顾好自己的宠物狗 这本是一件小事 可高永泰的自尊心却突然复苏了 平时伺候你们母女也就算了 这回还要我伺候狗 难道我连狗不如 就这样 高永泰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把狗晾在家里一整天 自己跑出去吃喝玩乐 而这就导致了郑威罗愤怒至极 对着高永泰口吐芬芳了一整晚 不过这一回高永泰没有继续隐忍 他终于忍无可忍了 他决定要与崔顺石和郑威罗同归于尽 他把崔顺石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偷了出来 交给相关部门 电脑里含有44份总统演讲稿 且文件的打开时间都是在演讲之前的 这件事曝光后韩国人民一片哗然 大家这才知道 原来自己一直敬佩的总统 竟然被崔顺石默默操控了这么久 最后朴槿惠和崔顺石双双入狱 郑威罗虽然在东窗事发后逃到了欧洲 但最终还是被抓回韩国 他的学历名气钱财全都没了 一切都恍如一场梦 他不仅坑了总统和母亲 还把自己的人生给坑了 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想法 突然有一天一麻袋的钱砸在自己头上 这样人生就光明了 但从郑威罗的跌宕人生中不难看出 意外之财并没有好处 试想 如果郑威罗像个普通孩子一样健康成长 哪怕吃不起大鱼大肉 也能过着平淡幸福的生活 他的三观不会扭曲 口碑也不会变成过节老鼠 而正是突如其来的权力和金钱太耀眼了 郑威罗才迷失了初心 变得膨胀 所以 人还是应该脚踏实地地赚钱 用自己的努力赚来的钱 才能花得心安理得 不知道你们如何看待郑威罗的行为 欢迎评论区留下看法 这里是大佬淡代 每天来这儿了解一个大佬的人生 一段时间后 你就是朋友中最博学的那位 视频制作不易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转发 收藏三连哦